老大现在是四年级 从一年级的时候应该就开始弄这个了 按照老师发的那个要先关注那个什么安全教育平台 就是他们孩子参与作为零 就是都是家长 就是他有的时候是一个视频 就是你不管看我看就点击一下 然后他就显示你完成 我反正是不会看那个视频 近日一则关于福州取消安全教育平台打卡的消息 引起全国关注 一旦激起千层浪 厦门成都等地纷纷下发通知 取消安全教育平台打卡的强制要求 在济南多位家长及老师表示 部分中小学幼儿园已经取消安全教育平台打卡 对家长和学生不做强制要求 11月19日济南一年级家长林伟表示 孩子幼儿园三年家长被催着打了三年卡 非常烦恼终于解脱了 第一个教廷这种形式主义打卡的是福州市 今年10月30日福州市教育局发出通知 学校不得以任何方式要求学生或家长完成学习任务 严禁以口头、公视栏、微信等任何方式 通报或公开学生参与安全教育平台学习情况 我们从今年11月初起就不再提醒家长打卡了 近日济南小学老师赵森透露 目前部分中小学幼儿园已经发通知给班主任 对家长学生不做强制要求 不少家长感慨 困扰家长多年的安全教育平台学习打卡 终于暂时落下帷幕 张宁是济南一名四年级学生的家长 说起安全教育平台的打卡任务 他一脸无奈 我家孩子的参与度为零 好几年都是家长在打卡 就是真正的说是需要家长来辅助学校 来对孩子进行相关方面的教育 那我们就肯定会就扎扎实实的 对孩子进行相关的教育 但是不要走那种形式 就是那些视频孩子们都不看 然后就拿了手机点开那个视频 然后拿个手机然后碰开个照片 然后就发就是对孩子没有任何的教育 还耽误了家长就在这方面牵扯了一些精力 济南老师周晓梦表示 我们老师也不喜欢这种课外打卡任务 也希望少一些形式主义的打卡 减轻老师的负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his is a helpfulawsze 咯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